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总啊 你说了半天 你这个项目的特点到底在哪里啊 故事的独特性 郁郁风情的爱情故事在整个行业里都是很少见的 但它毕竟不是大IP 评级很难达到预期的价值的 您说的这点我理解 所以我会选择业界最金牌的制作团队来操刀 这都是空头支票 没有实际意义啊 你既然预期的是A级 那你得拿出同样的卖点才可以啊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些吧 确实是有点浪费时间了 李制片 您看 我这个卖点怎么样 余露西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什么时候成了她的助理了 我喜欢角色游戏嘛 我现在和林总是一个团队的 她的项目我都会亲自参与配音 你看现在可以评为A级了吗 那当然是可以的 林总 你赶紧再弄一个新照片 好 你知道了 我俩好像也好久没见了 我正好有几个项目想找你合作 你看你一会儿这时间如何 我安排一下你进房十个月 没问题 这么巧大家都在 来了 这样的同框还真是难得 是吧 哥 对 最近太忙了 也没说大家聚一下 是在忙风铃的事情吧 也不关 当然了 林丹哥哥 我哥天天为了风铃的事情 加班熬夜可累了 我又没说错 你看看他都累瘦了 我跟你说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我们特别是林丹哥哥 他会心疼的 是吧 好 怎么样 风铃还好吧 风铃是我们共同孕育出来的 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我一定会把他经验好的 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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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 我陪你去喝点东西去 我觉得他可能 那个 我们还有一点别的工作 好 我们先走 我们今天工作结束了 工作室刚开 确实有很多需要忙的 下次聊 哦 我们先回工作室了啊 拜拜 我们这样公开修恩爱会不会不太好啊 也是啊 那就别刺激他们这单身的了 还是松开吧 钱都欠上了 照着吧 我们这次出去旅游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安全 对嘛 我看到这个小妻子没有 我走到哪里 你要跟到哪里 好不好 好 美天 你岁数最小 一定要跟警队伍好不好 不要肯拿跑 像个小猴子似的咋跑那跑 跟不到你就不好的 好那不 旅游前半条安全最重要 记住没有 记住了 走吧 什么 什么 书西啊 嗯 好多年没跟爸爸一块的游戏了 趟师父啊 自己安全 安全行事啊 嘿嘿 好的好的 嗯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导游老鱼 我不是钢钩鱼那个鱼 也不是湖里游的那个鱼 我是那个鱼块 去了树心那个鱼 大家都叫我鱼块好了 老鱼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南巡 一日游的精品线路 我们往返呢是三个小时左右 在这三个小时之内啊 我将会我的女儿一起给大家 介绍一下我们南巡的历史 以及人文景观 第一站呢是小莲庄 我这个普通话呀实在是不过关 下面由我女儿为大家解说 小莲庄位于南巡镇西南万古桥溪 为晚清南巡俗称四巷之首富 刘庸所住的私家花园 始建于青光绪十一年 战地二十七亩 樱木原末 湖州大书画家赵孟甫所见莲花山庄之名 故称小莲庄 园林以荷花池为中心 一地形摄山林区 原来我爸让PG 是在大坝车上风 是一座原住院 这都两年前陪的 叔叔说 他平时工作比想好 没那么多时间能够陪伴你 如果在车上呢 听见你陪的音 就像是跟他一起跟团了 半山洪峰 半山洪峰 风雨松静 山路回转 小巧而有曲折 宛然一座大盘青 难 把梦斩断 背景不停跳转 光 忽明忽喊 微弱的呼喊 不堪 幸福的图案 被阻人打乱 无辜 将你我前三 不停跳转 不停跳转 只有你的爱会偏袒 记得你的手最温暖 听你的话会变得勇敢 是你以前负家中放弹 是你以为的窃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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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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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们这个旅游丰富多彩啊 接下来是游戏节目吧 这个游戏是什么呢 抽奖 谁要是抽到了 我要赠送他 南巡古镇的优惠券 但是 有一个条件 谁要是中奖了 要不要节目到 看看谁能中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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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啊 是谁啊 他他他他他 哦 哦 哎 恭喜啊这个小姐姐 你中奖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恭喜啊这个小姐姐啊 这个小姐姐获奖了很激动啊 啊 您 咱们表演什么节目啊 你让我表演什么 我就表演什么 哦 那你 你驾 你模仿我女儿的声音好不好 哎 她是做拼音的哦 你比好多 我 我要和爸爸 爸爸 小白 小葵在一起 就算吵架也不怕 只要在一起就好 我要和妈妈 爸爸 小白 小葵在一起 就算吵架也不怕 只要在一起 好 像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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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像的呀 赶紧你 好 来 谁又会绝你干 咱们接着手紧啊 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 哥 爸 爸 考得怎么样 考上了 这不挺好的吗 但不是宁大的波音主持戏 希希啊 梦想成功的路啊 有好多条 宁大只是其中的一条 只要你肯努力 老爸认为你啊 肯定会梦想成功 真的吗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卖他的签名照啊 我是江小黑 老爸你怎么搞到的 你俩说呀 他很高好你哦 真的吗 老爸 我早就想要这个 好好好 有梦想啊 你要不放弃啊 你肯定会成功的 你不放弃啊 我要不放弃啊 手团就行了 你不放弃啊 我叫就看着聪明 对了 以后那个电影片子 还有什么电视片子 以后配音演员就会有她的名字 相当于那个就是 配音界的金建华 咱们就这样子 你们演出大明星了 大出戏了 爸 我那是动漫 你管的什么漫人 那是配音演员呢是不是 是不是 这有人物的 对吧 你看那个细细公主那个片子多好啊 我们细细也会成为细细公主的 闹岳 你这可有福气了 咱们老邻居脸上都穿多 我不是 你们撬好吧 我跟你说 你是要给签名赶紧叫签名 爸 来 叔叔 你坐哪儿啊 好好好 今天讲得特别好是吧 对 好耶好耶 辛苦了叔叔 好的好的 辛苦了大伯 好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好 谢谢叔叔 还有没有啊 没有啊 没了 今天我们的男群衣服游到此结束 大家表现都非常好 我非常的感谢大家 希望下次呢 我还当你们的导游 领你们去旅游好不好 好 分手之前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跟你们合个影 我留纪念好吗 好 好好好 我们凑一下 来来来 用我的使劲 用我的使劲 来 来 男群骨身一游 愉不愉快 愉快 愉快 快不快乐 快乐 好耶好耶 谢谢谢谢啊 谢谢叔叔 再见 好的 谢谢叔叔 谢谢 大伯伯家里见 你们几个 一会儿去工作室坐坐 好啊 好 闺女 露希 老爸今天表现怎么样 爸 妈 疼了 老爸是金牌导游 没给你丢脸吧 那今天开心吗 开心 好 开心就好 好 这都是你们俩弄的 这也太棒了吧 怎么样 不错吧 太棒了 欢迎你们以后再来玩 好啊 好 今天辛苦大家了 给我点点外卖 你们先吃 嗯 非常感谢你们 咱都是自己人 你说什么呢 你们看新闻了吗 这里有个新闻说 AI人工智能配音 要取代配音行业 了 不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先导片 我们先不用配了 合同里怎么说的啊 我从业这么多年 没见过这个情况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吗 李继片说先导片让我们不配了 说他要用AI配音 那我们就跟他们说 咱们可以降低片酬 我就给李继片打电话 就是李继片说的 他说AI的成本比我们要低 而且可以重复使用 那我们也可以缩短工期啊 咱们俩可以通宵配音的嘛 我们俩是 是 我们两个人可以通宵配音 但是AI可能 连半天的时间都用不了 就已经配完了 可 可我现在是一个百万级粉丝的 配音偶像 我是很有名气的 这点AI总没有吧 最可怕的就是 他们可以创造出来一个AI偶像 而这个偶像可以为他们所用 他们想怎么保障就怎么保障 而且不会受到任何情绪的影响 那AI也不可能是万能的 至少他们需要声音 那咱们就不给他们授权我们的声音 我们俩可以不授权 可是总有人愿意去授权 可 我们不会真的要被科技取代了吧 你们看 这里还有小天的照片 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 我发明的 怎么办啊 余小天啊 怎么回事 我就是 把我专利卖给别人了 你 哈哈哈 这也就是 我 就 你看你 你 他 你 你 我 你 再说 还救兵 我告诉你 我爸现在就在邻居家下降棋 你今天就是天塌了也没有救兵 来了 还这样 我去看吧 小胎 一就是你请来了救兵 你们怎么我的小天了 依依 依依 让依依 你知不知道小天干了些什么 这事也不能全怪小天 我也有份 真是救病 依依 我们还在帮你说话 你怎么能 他是我男朋友当然在护着他了 要说只能我说 行 行 你说 小天 余小天 这事 真的挺严重的 人工智能 是大势所缺 是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福音 我只是在做正确的事啊 可是会有很多人 因此丢掉工作的机会啊 可是 新的科技 也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啊 那如果 我也丢了饭碗怎么办 我养你啊 那好吧 可是 我做完了 我做完了 完了 余小天 你别忘了 我是你姐 别人收拾不了 我来 来啊 你 小天你 余小天 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啊 他 你给我等着 打死你啊我 别拉我 我打你 小天 你快走 你还打我是不是 你要赶走你就别回来 我还不想来了呢 余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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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冷静冷静 冷静 你放开我 放开 坐坐坐 好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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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看了太多 放松 呼吸 放松 放松 你小天欺负我 好 不生气 不生气 他还把我当姐姐吗 好 我这是让余小天气死了 先别生气嘛 我也仔细考虑了一下 或许这个人工智能 它也是有意义的 有什么意义啊 你现在是要占余小天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知道的 你就是这个意思 好吧 你仔细想想 小天说的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们都算是看着整个 喷音行业在科技的带动下 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比如说之前 我们录音用的是磁带 稍微蹭动一点都得重新开始 这后来技术进步了 如果我们发现有什么 不满意的地方 都可以点对点地进行修业 所以我们每个人啊 都不能阻止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发展 那科技就可以用梁依依的声音 代替梁依依本人吗 这对依依来说公平吗 你自己也说了 AI永远会比真人的声音便宜 那他以后要是没了工作怎么办 要这么说的话 你说了就有点严重了 也有一点骗别 我知道 你也是为了整个配音行业好 只不过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立场不同 思考问题的方向也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允许其他声音的存在 我当然是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的 但是 你为什么要和我站在对立面 怎么就对立面了 我们不是在探讨有不同声音的出现吗 可是不同的声音 为什么要从你的嘴巴里对我说呢 不是 我们是在探讨这个行业的对与错 如果是对的话我们就坚持 如果是错的话我们就改正 但是你不能感情用事啊 立娜 我是你女朋友 我当然先跟你探讨感情 不是娱乐剋 我们是在探讨行业的问题 你这样就有点偷 parl概念了啦 怎么 真生气了 去 还是不说话要冷暴虏我了是不是 不是 不想跟你说话 那你不想说话了 你想干什么 我现在也不想看见你 不想看见我 不想看见我那我走了 怎么 那我可真走了 走就走 是啊 掉下方 来了